那我们下礼拜 下礼拜这个时间会发考卷 发考卷 那 你考虑到各位可能会 比较多那个问题 所以应该会到 3点10分的下课时间会 TA会来让各位 就你的考卷的给分 如果有问题的 就可以直接找TA 所以我们下礼拜的安排 那我们考卷应该是 上课 刚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直接放在那个后面 后面那边 所以各位来就可以直接拿 我们到时候的那个答案卷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关于那个 其中考卷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后面的 其实我们这边要讲的部分 已经讲完 然后后面的这个是 关于这个overboard的部分 这边就留给各位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就不特别去 去讲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第八个lecture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的homework 其实已经出的内容是 199的东西 但是我想 各位finance machine 其实都学过了 所以应该 问题应该不是 不是很大 不过我们会稍微 再来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边我们主要来跟各位 第八第九和第十 就是讲不同的这个finance machine的这个写法 那这边我们大概 这个主要是我们课本的 课本的第16章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讲讲几个部分 一个讲最简单的这个finance machine 就是counter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counter各位在罗色里面 其实都学过 都学过 那我们从Vlog design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部分是怎么去implement它 那counter它会做一下延伸 我们就会来做这个 在design里面也蛮常会用到的这个shift register 对不对 那你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讲一个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 fending machine 就是那个饮料贩卖机 饮料贩卖机 那给你一个饮料贩卖机的一个 的这个spec 那你要怎么去去做这个设计 怎么做设计 那那当然这个设计本身并不是很很困难 那我们主要要跟各位讲的概念说 在之后各位会遇到蛮多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问题 那你怎么样去 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要怎么去解解它 用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方式来做 那从一个设计的角度来看 我们事实上任何的设计我们都会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所谓的datapace的这个部分 就是纯粹做这个计算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控制的这个部分 那控制的部分通常就会是用finance machine的方式来呈现 那但是finance machine的实际的implementation 它事实上有好多种不同的这个变化 那我们这一张主要来讲的finance machine的这个控制 是最简单的一种 就是直接把counter当作是一个finance machine 当作在控制 那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那所谓的一个finance machine的话 你就会有那个state的这个diffid bar的部分 然后前面会有这个nestate的combinational的逻辑 然后输出会有一个output logic的这个部分 那那你要拿这个counter当finance machine 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这个finance machine 那它的这个state diagram基本上长成这样 就是0然后接下来变1然后变2变3 一直到31 31之后然后就会回到0 那那这样子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顺序就非常非常的很有规则 很有规则 就不像各位在Fonework里面做的 这个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条件 这种的话它基本上就是无条件 一直往上降 就0到变成1变成2变成3 这样子一路加上去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基本上这个就是counter 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这样counter我们要怎么设计 那怎么会怎么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 做出像这样的东西出来 好那那我们来来看一下 好那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到说 你要做这个像这样子一个有顺序性的 顺序性的 那你写成这个state table 写成state table 那你大概就会变成像这样 这是各位在罗色里面所学到 所以你现在的state是0 接下来变成1 然后1就变成2 2变成3 好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像一个表格一样 像一个表格一样 那你要实现像这样子一个表格 那我们用Vlog code来做 你会怎么做 好那你最直接想到的 可以实现这个表格的这个方式呢 就会用什么 就会用一个case的方式来实现这个什么 实现这个表格 好实现这个表格 好那我们先排除这个reset的这个状况 好那剩下的这个部分 就是直接把这个0变成1 好这边这边0就变成1 好然后1变成2 1变成2 好就直接用个case的方式 就可以实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用表格的方式来写 好表格方式来写 那那当然用表格的方式写 其实本身是当然是很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最佳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看说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有没有一个改善的这个空间 好那首先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他的这个变化 事实上是非常有规则 就是0变成1 1变成2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很简单 你的这个next day 就是等于你目前的state 就是在加1 就在加1 那那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一大串的这个什么 大串的这个表格就换成这种state加1就可以了 那这样是不是就怎么样 就更简单 就可以更简单 好所以这个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就可以得到 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好所以我们就变成是你的next day 好就等于你目前的state在什么 在加1就可以 再加1就可以 好那所以 我们的这个 呃 finance machine finance machine 你就可以用这种算术的这个方式 来来去实现它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table 这样一个table 转换成像这样 那变成是A等于A加1 A等于A加1 所以 所以这个在做finance machine的这个简化的时候 如果你是看到它有这种很规则的这个特性的话 那你就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一个 用算术的方式来取代掉你们这个 那这样子的取代 当然 它的整个面积的cost其实就会小很多 因为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就会需要很多的什么 multiplecer 去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多空气去做这个 但是你变成是用个加法的话 整个就简单很多 就简单很多 所以那我们的设计 设计就会从这样子的一个表格的这个方式 表格的方式就转换成 就直接是加1就可以 加1就可以 那我们这边秀的这个velo code 都是我们的用的这本教科书所使用的这个code 那这边使用的这个code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都会把diffine file的部分就会单独的把它给拉出来 单独把diffine file把它拉出来 然后剩下的部分就是你纯粹的这个combination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这个写法其实就是我们在在这堂课其实一直在跟各位提到就是 我们会希望各位在写写design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combination的部分跟这个sequential的部分的逻辑可以把它分开来好 那我们的sequential logic的部分主要就是指diffine file的这个部分 diffine file的部分 所以它这样子的写法主要是要来强调说你可以把这两个部分分开来 你可以更理解你的硬体是在怎么样子去实现 所以它会特地做这样子的一个拆解 所以如果这个变成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vlog的code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把这个diffine file的部分 就是用像这样子一个always的这个free file的这个部分来取代掉 这个部分来取代掉这样子 然后那通常我们也会把这个reset就直接跟diffine file这边做结合 做结合就不会像前面它这种写法一样会把它放在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两个这个写法的这个部分 那那各位在看我们这一张节或是下一个后面的lecture看到的这个vlogcode 如果你是看到它是长成像像前面的这种这个reset 海蛋就拉出来的这个就纯粹就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子写的 但是你要知道说这样子写 其实我们实际在用的时候 实际上会把它写成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这样会比较比较简单一点 好 所以你要去实现像这样子的一个counter的时候 实际上这样counter的时候 你事实上你就是你的state next state等于你的state加1 好所以你就会加1然后到你的next state那你next state这边就会是一个diff 这边的值会拉回来然后加1 这边是1做一个相价 1做一个相价 所以最简单的话就会变成是像这个样子 好那那如果你把这个这边是我们的课本这边的的这个图了 课本这边的这个next state图 那它把这个reset的这个部分把它单独弄开来 那如果你把reset把它并到这里面来 通常reset可能就会在这边在diff 把这边这样子 两边的差异带就是差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随便给 那这边随便给 随便给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counter 跟这个counter 的差异 还差在什么地方 这个跟前面这个 这个跟前面这个 各位看不看得出来还有什么差异性 还有一个差异性 这两个counter 这个会跑得比较慢 这个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这个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这个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那差在哪里 差在哪里 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差异 我们这个写法写成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reset写在这边 跟你reset放在这里 有什么差别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哪个同学知道这两个写法有什么差别 你说 对 这个写在这边 你会变成是一个 同步的 reset 你写在这边这是一个非同步的reset 那同步的reset的话 同步的reset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reset这边的这个 它从这边过来 那你就会发现说 那如果你是直接 直接做的话 这边是加1 然后这个结果过来 然后reset在这里 这是非同步的 那为什么这两个delay有差 你会发现什么 这边这里 这个就是加1的部分 这里是加1的部分 在这里 这边加1在这里 这边是我们的加1的部分 这非同步的部分 然后它加1加完之后 然后这边经过了一个什么 经过了一个multipleaser 然后这边就直接进入到我们d3fad的什么d d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这里从这边到这里 它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multipleaser的什么delay 多了一个delay 所以它怎么样 就事实上比较慢 比较慢 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太用同步的reset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它事实上会增加一个额外的delay在这里 那因为你如果是在这边的话 它基本上就不会造成你这边的这个 这边运算这边额外的这个delay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这边的写法的这个部分的差异性 那在我们后面的这些讲义上面 那你会看到它都是写成这种同步的这个reset 那当然你实际在做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它写成是同步的reset 都会写成非同步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用counter来做这个finance machine的这个部分 那这种什么时候你会用到counter当作finance machine 也就是当你的运算 你的运算它事实上就是很规则 比如说它可能就是要做个16个步骤 做34个步骤 但这个做完它才会再继续往下 它本来就会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很规则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样子一个counter 当作一个finance machine 那counter当finance machine 那另外一个用途 你可能会说你的这个 整个做下来 你可能会发现说 你可能在时间cycle 什么一到多少的时候 比如说一到四的时候 它可能做某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这个五到八的时候 它又做某些事情 那像这种 如果你很明确知道说 你的时间的翻配会是这样的话 那你也可以使用这种counter 来帮你做这个finance machine的这个控制 那这种做法当然就是在所有finance machine 或是一个road counter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你有这几种不同的控制条件的时候 那你不可能这几个就同时运作 那一定是往上数的时候 你又不可能同时往下数 那也不可能同时弄 那这几个控制就一定会是变成是一个one heart的一个控制 也就是这个是1100的时候 那或者是这边是 这边这样 或是001 就只有一个会为1 这个叫one heart的一个控制 那当然reset会 如果你是做asynchronous的话 这个就全部都会盖过去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沿用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做法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种做法是 这种表格式的这个部分 这个1变成2 2变成3 那如果倒数的话 就会1变成0 2变成1 那load就直接load这个新的这个值 那我们知道这个比较规则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变成是一个运算就可以 所以往上数就加1 往下数就减1 然后load就直接是给一个这个新的这个 值就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就就蛮简单 那你要实现它的这个finance machine 其实就把我们刚刚的这个加1的这个部分 就再多出一个减1 或者是load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边就根据你的控制会有一个往上数 往下数 或者load的这个部分 这样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就可以延伸出这几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code 这个code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最佳化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看到说这里有用一个加1 然后有个减1 这边只需要有两个这个加减法器 那如果你要再更进一步节省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加减法器把它给合并一下 把它合并一下 那合并一下的话 等于就是我们根据你现在 是要往上数和往下数 往下数的时候你就变得是加负1 如果不是往下数 你是往上数变得是加1 加1 那这边怎么做呢 这边怎么做 那负1的话我们在二补数里面就会表示成1 所以我们就把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值呢 看你是要加1或是要加 如果是加1的话这边就都是0 那如果是要加负1 我们做side bit的side tension的这个部分就会变成延伸 所以我们在上面这边就直接延伸 这个根据你的当的这个值 来做这个延伸 那如果你的当的值是1的话 我们就变成你的out的值会加上1111 那11的话是代表二股苏的负1 就会变成是接1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 我们就只用一个这个加法器 加减法器来最佳化这个设计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部分 我们共用一个这个加减法器 然后再来就是load的这个部分 那reset部分我们如果你说async和reset这个就可以直接敲过去 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那这边其实可以就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延伸 这种延伸 比如说可能各位在之前的这个罗色里面 可能常常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finance machine的这个题目 就是你的输出 它什么时候会为1呢 也就是比如说它看到了三个1 第三个1的时候它就会就会变成是1 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一个1两个1 第三个1的时候 接下来的输出就会为1 那这个也是可以用像这样子的一个counter的方式来做 那counter的这个设计在实际的应用上面 它其实算是会用在一个地方 会用在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实际的电路里面 我们在前面有讲过 我们实际的一个大的这个电路 比如说这个是那个8051的那个CPU 8051的CPU里面 除了它的那个CPU的那个运算之外 它里面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些东西 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Timer 那Timer干嘛 Timer基本上它就是 你会设定一个值 然后让它去倒数 比如说你设定一个值4096 然后它就去数 然后一直数到0的时候 数到0的时候呢 然后它就会丢一个这个interrupt 一个中断给这个CPU 给这个CPU 然后CPU就会根据 这个中断 它就会做不同的这个事情 那这种有时候 你会在一些文献上面看到 就叫做 叫做 有的叫做什么的watchdog的Timer 那它可以有很多 这种有很多的这个 一些应用 那比如说你设定了一个值 然后 然后数到0之后 然后有interrupt 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让你的这个CPU呢 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这个 Idle的这个状态 它只有数到 数到0的时候 数到0的时候 它就再把你的CPU再把它叫醒说 看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会会有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或者说 它有一个这个用途 比如说像各位在写这个testbench的时候 你为这个pattern的时候 如果你写的不好的话 你这个破回圈可能一直一直执行下去 永远都不会结束 那这样就就不太好 所以CPU它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它就需要有一个 把它从这种无穷回圈把它叫起来 好 那用这种timer的话 就可以达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timer其实它用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前面讲那个counter的一个简化板 它要做什么事情 它第一步是要先设定一个值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 它就要开始往下剪 一直剪到0为止 所以它的运算其实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简化板 所以就只要一直剪就可以 一直剪就可以 但是一开始我们会先给它一个initial的这个值 所以你就会要加一 还有要low的这个值 那你有两件事情要做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multi-placer去把它给选择出来 然后再丢给你的这个dififan这样子 然后最后那当然我们最后比完之后 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检查它是不是放得到0 所以我们在最后这边会有一个比较起 比较它是不是等于0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timer的一个应用 那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这样一个设计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各位在做设计的时候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子设计我们可以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 两个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专门在做 做你的这些数字的这个什么运算的这个部分 数字运算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通常我们就是会把它叫做 DataPaste DataPaste的部分 然后那你这些运算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要做一些控制 控制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通常我们就是会把它叫做是Controller Controller的这个部分 那一般来讲在一个设计里面 这个计算的这个部分通常都是最简单的 因为它大概就是一些简单一些加法器 设计法器 都是一些比较器等等的这个部分 那比较麻烦的都是控制的这个部分 控制的部分 因为它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状况来做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timer的这个部分 这个基本上就是拿那个稍微做一下改变 所以它多上了多了一个这个load的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这个往下减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Counter 那也没有问题 那我想Counter应该蛮简单的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Shift Register的部分 Shift Register的部分 那Shift的话主要来讲我们就是会有两个 一个是往左或是往右或往左的这个Shift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是这个往左的话 就把你的数值往左移 然后把最高位元的这个N-1的这个bit把它给踢掉 然后我们加入一个新的这个输入 所以这个就是往左的这个Shift的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你各位大概看的这个VeloCode 你大概应该就可以得到下面的这个电路图了 所以这个应该我们就不用特别细讲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它对应的这个VeloCode 那上面的这个写法是我们教科书里面的这个写法 那一般如果我们写成Faiton或Reset的话 那下面这边就是Diffify的部分 然后上面这个是我们往左Shift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N-2 N-1的变成我们就把它Shift掉 这边就把它拿掉 然后这边再加上一个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好 那那你再把前面的那个我们再把它扩展 变成是可以往左或往右的话 这个这个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往左的这个部分 那往右的部分 往右的部分那你就会输入 就会塞在这个最高位元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往右 然后那最低位元的这第0个bit 我们就把它拿掉 所以你这边就会变成从N-1到1 这样子 我这边填上你的新的输入 这样就变成是往右的这个train 这样子 所以这边是Shift的register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自动贩卖机 这个Vending Machine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Datapace 和Control Partition的这个概念 那Datapace的部分 这边最主要都是这些运算的这个部分 然后Control的部分 都会变成像CPU一样 所以这个设计你再把它做延伸 就是各位在大三会学到的这个 居然机组织的这个CPU 其实它就是长成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一个设计的这个规格 那一般我们的规格书 都是用文字写的 都会写成像这样 这个漏漏厂的一大串 漏漏厂一大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 自动贩卖机 它会接收这个硬币 这个是美金的Nickel代 还有Quarter 也就是5分10分还有25分 25分这几个硬币 所以你的这个钱币丢到丢进去之后 那你就会有一个PUS 会持续一个Clark Cycle 然后会指示 会有这三条线告诉你说 现在是这个5分10分或者是25分这几种 好 然后 那我们你的自动贩卖机上面当然是有这个物体的 所以每个就会有一个标价 标价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标价的这个部分当然是透过我们的这个开关 你可能会有这个Switch 就设在一开始设在里面 当做你的Controller的输入 当做你的Controller的输入 这样子 好 那 那你在操作自动贩卖机 我想各位 应该都很熟悉 那你把钱投进去 钱投进去之后 那你的钱如果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那 那你就可以选这个饮料 那你一旦饮料选了之后 选了之后 那系统就 就会拉这个SERV的这个一个cycle 把这个你要的饮料把它给吐出来 把它吐出来 然后 吐出来之后 那你的Findle Machine就 在等这个讯号档这个 告诉你说 这个机器的这个部分 已经把这个饮料把它给吐出来 那就代表这边结束 好 那饮料吐完结束之后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找钱 要找钱 那一次这个是 一个NICO五分 然后 最后 我们就会顺便把这个讯号 Change这个讯号拉起来 一个cycle 然后 然后一直等 每次拉就会 拉一个car cycle 然后一直等到 它全部这个吐完 这样为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肉肉长的一个规格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先讲到这边 就先下 我们下礼拜 下礼拜会发 考卷 这样子 请订阅 请订阅